郭老师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 其实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课程 很多人都说 小就可以接触得到这个 然后呢体悟又那么多 然后就形成很狂妄很自大 然后呢就感觉谁都看不起 然后你看到别人一夸张 马上尾巴就翘得很高 就飞起来在空中飞了 来这边学习了之后 发现我的问题还蛮多的 然后加上在 方柱之下 然后才发现 哇原来我 我就发现 我就是发现 就是别人当别人对我 看到一个角落 然后呢就决定这一整块 然后 我就感觉会对这种人很生气 但是呢我就 我就在想 反正只要有苦 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嘛 我就不知道 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别人从片面下轮断 明明是别人的错 我错在哪里 后来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过去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生 她其实很可怜 是一个很可怜的女生 她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被排挤过 然后加上父母 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引导 然后就是可能会让她 就是那种宣泄的方式 不是很正确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 遇到类似的情况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 都是让我去尝试着理解对方 所以说就是 所以说我就是那种 从内心尝试着化解 可是那个女 然后我看到那个女生的时候 我一看她的那种状态 我就知道她之前的那种 那种 她之前肯定经历过 跟我类似的事情 然后呢我就 我看她的朋友也很少嘛 因为她很内向 然后呢我就想我要做她最好的朋友 但是她可能就是 没有什么拘束吧 然后就是对我就有可能 有的时候会把我当成出气筒 这个样子 但是她在外人面前 她都是表现的那种 很柔弱 很文静的那种 后来 她是真的把我 后来呢所有人都认为 是我欺负了她 加上 很弱小嘛 然后 非常的反感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 为什么那么在意 别人对我的看法 嗯 其实内心 内心太空虚太空虚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要 从外面抓 不懂得那种 自己自足 然后 因为我 我遇到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尽管自己出来 然后呢就是感觉好了 又给她撕开 然后 然后就发现 对自己的伤害最大 对自己的痛苦 也是最大的 其实呢 像现在 现在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在头脑层面 并没有 自己对自己的那种 惭愧心 然后就感觉好像 死在了过去 不过呢我现在呢 既然能参加这个课程 我还是在复活的路上 然后就是想请教 郭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上午两节课的时候 就感觉一静下来 就坐着就感觉浑身不舒服 就感觉那个内心的那个自我 他很不安 很恐慌 好像很害怕 我见到他 就感觉像我的一个小孩子 然后呢 我一看到他 我就要打他 骂他 排斥他 然后现在这个小孩子 他很害怕见到我 然后呢 他就会让我 静不下来 然后 就是感觉一坐下来了以后 就会不安恐慌 忍不住 就是像要写字啊 整理笔记啊 画画这些来转移注意力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最好呢 感恩郭老师 谢谢大家 好 用爱来陪伴他 用爱心来陪伴他 用智慧来引导 当然这样讲会比较 把道德经常 把道德经常 爱 同样的 学到 来善待我们心中所谓的叛逆的小孩 受伤的小孩 他会逐渐的 逐渐的 逐渐的 导正的 不要去打压他 但也不是去增长他的懈怠 或是增长他的傲慢 我讲的是 爱 里面要有智慧 这些智慧 我们就是要虚心的学习 好好的把道德经庙节 这个课程认真的去体会 然后怎么样来到 道法自然 向天地 向大自然 看起学习 用爱 用智慧 来 用爱来包容 用智慧来引导 好 OK